古代有三本译书,分别是《莲山》、《龟藏》、《周易》,目前仅《周易》流传下来。 《周易》是上古古诗之书,是百家思想的源头之一,《莲山》被称为三义之首,以更挂为首,可惜在汉朝就失常了,仅存一些卦名,《龟藏》据说始于商朝,以昆挂为首。 《万物皆龟藏女帝》,原来龟藏有4300岩,如今保留下来的仅64卦的卦名、姚名,不过和《莲山》相比,龟藏算是幸运的。 然而,也有学者怀疑,当今的龟藏是一部仿书,随着《勤简龟藏》的出土,学书界争议终于有结论。 1993年,在湖北出土的394枚简书,这批竹简所入龟藏藏文,与问世的这本有许多相似之处,证明传世本《龟藏非尾书》,龟藏记载众多史料和传说,对研究有着重大的价值。 周末天子补西珍,下起梦见成龙飞天之事,嫦娥偷吃长生药,补奔月之事,各种事件都可以找到答案。 并且从法语上看,归藏时间早于周易。 今天世景春秋就说到这里,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。